懵懵懂懂的两小无猜 很有可能会因为性知识的不足意外怀孕 由内政部护政司的公开数字来显示 在107年全台湾20岁以下的小妈妈 共有2422名 如果加上人工流产或小产等 无法计算的潜在黑数 实际上有更多的小妈妈需要大众关注 如果这些小妈妈们没有办法 在第一时间求助并且取得资源 很有可能就会埋下悲剧的导火线 为了维护小妈妈们的受教权 在今年修正的性别平等教育法中 第14条之一有特别规定 校方得提供必要协助 成立工作小组由校长担任召集人 提供各项资源导入 针对这些孩子在学怀孕 你要启动比如说他学籍上的一个协助 第二部分就是他课业 他夜考断考的一个便利弹性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目前都已经在做 所以只要孩子愿意告诉师长说 他已经在校怀孕 那这个部分的工作小组应该他会马上就提供这样的一个资源 当我们今天讲维护受教权的时候 其实是很刚性的 但是一个怀孕的青少女 她在学校里面需要得到的支持 绝对不只是受教权而已 是她每天背着书包 穿着制服 然后隆起的肚子 走进校园的那一刻开始 周遭的人怎么对待她 也就是说 未成年小妈妈在面对她应当享有的受教权之前 得先承担的是心理压力 也因为无法抢在第一时间求助 未成年少女怀孕 其中的黑数无法不算 这个黑数坦白讲 台湾现在我不是没有看到研究报告 去推估到底有多少 但是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数字 其实一个都太多 每一起未成年怀孕 就等于是一个孩子 背负上另一个孩子的人生 若先添家庭支持体系不足 学校教育无法适时视地进场 小妈妈们很有可能 躲进社会的角落 埋下悲剧的导火线